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5月25日星期三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美股收盘节目 我是王牧 继周二大涨之后美股涨势不衰 三大指数周三继续高开高走 隔夜全球各大股市在美股带动下纷纷上涨 日本股市两大指数与韩国COSPI指数涨幅都超过1% 欧洲股市也在早盘大涨 德国DEX指数重返1万点之后继续高歌猛进 周三大涨1.47% 经济数据方面继昨天强劲的新屋销售数据推涨大盘之后 今天美国国际贸易账户数据又是一记最佳助攻 575亿美元的赤字水平低于市场预期的602亿美元 更为重要的是出口方面的需求增长 汽车工业品的出口量都明显的上扬 大宗商品方面 本周原油库存下滑420万桶 之前库存持续上涨的势头开始减弱 甚至有见顶的迹象 油价在EIA原油库存数据推动下一度上攻 WTI轻制原油期货价格攻破每桶49美元后小幅的回落 金价则继续下挫 盘中一度失手每盎司1220美元 下跌趋势仍在继续 美元指数虽小幅的回落但站稳95点上方 美股三大指数在高开后迅速的向上 标普500指数盘中一度逼近2095点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涨幅也超过150点 避嫌板块的消费者必须品和公用事业类股成为市场弃儿 而能源金融则被消费者青睐 整个盘式几乎完全由多头控制 盘中窄幅震荡高位运行 今日美国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宣布 同花旗银行交易代码C达成了和解协议 花旗银行同意支付2.5亿美元的罚款 以撤销CFTC对其在2007到2012年间 多次操纵USD ISDAFIX掉期利率 并做出虚假报告的指控 花旗银行还被要求加强内部监管 以保证不再出现类似的情况 此外花旗银行还将额外支付1.75亿美元的罚金 以和解此前关于操纵日元伦敦银行间同意拆借利率 和欧洲日元日东京拆借利率的指控 尽管受负面消息的影响 花旗银行中三开盘后仍随大盘走强 涨幅一度高达3.8%报46.89美元 据彭博社报道 美国移动运营巨头电话电报公司AT&T 交易代码T宣布加入对雅虎交易代码YHOO 核心互联网业务的竞购中 此前AT&T通过其持股子公司YP Holdings 对雅虎进行了报价与洽谈 现在这一个子公司已经退出竞争 目前AT&T的同业竞争对头 Verizon交易代码VZ 也对收购雅虎的核心互联网业务十分感兴趣 但是Verizon报价并不具有竞争力 因此AT&T仍领跑此次收购 受消息影响 雅虎股价周三大幅下挫3.97%报36.04美元 今日巴克莱银行将硬盘厂商西部数据 交易代码WDC评级上调至增持 目标股价从57美元上调至60美元 分析师认为 目前西部数据的股价低于其应有估值 此外公司最新的3D NAND技术固态硬盘产品的交付 以及债务的减少将有利于进一步推升股价 受到利好消息的推动 西部数据周三强势上涨5.37%报44.62美元 以上就是美股收盘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